那几个人略有些尴尬地说道 看来你对我们鸟大公司还是有所了解的 没错 我们以前是蛮横了一点 只有别人的错 没有我们的错 我们永远都不存在向别人道歉的事情 但是现在已经改变了很多 基本上不会动用暴力 所以楚州办事处的做法 已经违背了我们总公司的原则了 哈哈甩得还挺干净的 说得好像你们总公司一点责任都没有 如果不是你们安排 他们能这么大胆吗 完全是无法无天了 吴真鸣继续说道 那四个西装人愣了一下 显然是有一些惊讶 没想到桃园地产公司的人 对自己鸟大了解的如此清楚 完全没有说错呀 他们可还不知道 现在面对的不是什么吴真鸣 而就是曾经他们胡州分公司的高管 然后说一声对不起 就这样可以了吗 旁边的尼加小三冷冷地说了一句 对不起 是我们的错 我们就要承担一切责任 只要是你们提出来的要求 我们都可以答应 只希望你们能原谅我们就可以了 哈哈 那你自己说吧 你准备怎么样补偿我们呢 尼加小三做了一个你随意说的手势 你看这样好吗 小雅秘书 还有吴顾问 既然我们楚州办事处这么恶行雷雷 我们也没脸再在楚州待下去了 所以我们计划只要你们原谅了我们 我们就把所有的人撤出楚州市 而且我们在楚州办事处的办公场所 只要你们愿意 我们就赠送给你们 你看怎么样 听说对方把办公大楼交给自己后 几个人顿时眼前一亮 特别是吴真明 因为他知道楚州办事处 虽然只是鸟大公司分公司下面的一个办事处 但是因为鸟大公司太有钱 所以一个小办事处都建设得非常豪华 规模也挺大的 和别的公司总部相比 也毫不逊色 要是能得到这个办公楼 那桃园地产公司在楚州的立身之处 马上就解决了多好的一件事情 不过就在他要说话时 吴凡却摆了摆手道 算了 我也不要你们的什么办公大楼了 我只求治安机关严厉打击你们这些 黑恶性质的犯罪行为 同时追究他们的上面管理人员的责任 你们鸟大湖州分公司一定免不了责任的 只要被认定有罪 你们到时候一定会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法律判你们承担什么就什么 这这 听吴凡这样一说 那四个人一下子愣在那里了 毕竟这才是他们最担心的 就像吴凡所说的 只要相关机关继续伸查下去 湖州分公司的几个高官 一定是逃脱不了责任的 毕竟事实上一切都是他们安排的 住楚州办事处并没有主动去做恶事 他们完全是奉命行事 你们走吧 我们不要你们的什么臭办公事 我们就是要你们那些人承担责任 谁让他们那么嚣张的仗势欺人 大街上调戏妇女还殴打老人 打伤我们的人 不是说有钱就可以胡作非为 你家小三在旁边瞪着那几个人说了一句 小雅 那几个人看着小雅 还想再争取一下 你再不走 我们也要动手了 打了你 我再说对不起行不行 你有钱我也有钱 打伤了你 我也赔点钱给你 要吗 陈月娇冷冷地说着 并且把受伤的那把玄铁重剑抖了一下 那四个人顿时身体一震 脸上明显地露出了惧怕的神色 他们显然知道这两个女孩子 包括小雅和吴真鸣 应该都是听吴凡的意思 吴凡说了就不接受 所以他们就非常坚决 于是他们再次看向吴凡请求道 你应该就是吴凡吧 还请你考虑一下我们的要求 我们楚州办事处当初也是花了几个亿建成的 现在我们无偿送给你们 直接过户 只希望你们能原谅我们的员工 放他们一码行吗 不行 这两个女孩子读说了 血债血偿 犯罚必穷 并不是有钱就可以摆平一切 我们可不是你们平常遇到的那些人 你们走吧 这里不欢迎你们了 吴凡摆了摆手 他自然也要给你家小三和陈月娇的面子 他们都说了不能收 他自然不会反着来 看见旁边的两个女孩子 一脸杀气地瞪着自己 那四个西装男人 似乎也感觉到没有机会了 于是只好尴尬地笑了笑 然后转身离开 怎么办 这件事情办不好啊 话说吴凡这种人还真的有格性 远不向有些人被打 被什么后 只要别人赔点钱 就会原谅别人 他是宁可不要钱 也要对手受到相应的惩罚 是啊 看得出来 吴凡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的人 现在我们要怎么办 马经理可是让我们一定要把人捞出来 现在只要桃园地产公司不原谅他们 根本不可能捞出来啊 我们还是赶紧向马森子报告一下吧 我们尽了力 桃园地产公司不原谅我们 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不可能隐瞒不报 到时候事情更加严重 嗯 赶紧打电话给他吧 四个人出来后 一脸焦虑地议论着 不知道如何是好 其中一个说完后 马上就拨打电话给他们的经理 把见到桃园地产公司几个管理人员 却被他们拒绝赔偿的事情说了一遍 看来我们做的事情 他们确实很恼火 直接跟他们谈他们是不会同意的 这样吧 我想个办法 找个中间人跟他们去说 你们先回来吧 马森子并没有发脾气 而是善解人意地想了想 做出了这样的安排 见他们走了之后 吴凡对许佳英说道 吴大叔 那你就好好休养身体吧 我们大家就先去吃饭了 然后还要解决晚上的住宿问题了 好 你们去吧 小雅 吴凡 辛苦你们了 去忙吧 不用管我 我明天后天就能出院了 吴真明很是轻松地挥了挥手 已经把鸟大公司 湖州分公司 楚州办事处给制服了 以后冬去改造肯定能顺利进行 他自然是非常高兴的 人一高兴感觉到身体都一下子好了很多 嗨 你好 小雅 吴凡 你们也在这里啊 太好了 正在这时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来 哦 你怎么来了 小雅好奇地问道 出现的正是酒店的大小姐 也就是酒店老板的女儿 我来探望一下 你们那些在我们酒店被打伤的员工 没想到刚好在这里碰见你们了 是吧 那些员工我们已经探视过了 都是轻微伤 没事的 谢谢你了 小雅很是感激地说道 不 我要谢谢你们才对 特别要谢谢吴凡 要不是你及时出手 我爸肯定就没命了 赶过来的急救医生都说了 如果没有人先替我爸做处理的话 只怕他们来到时 我爸就已经不在了 谢谢你啊 吴凡 那个酒店老板的女儿说 玩向吴凡 深深一鞠躬 吴凡摆了白手道 不用客气 现在已经查明了 确实是鸟大公司的人 逼迫你爸爸赶我们走的 所以他也是无辜的 而且他肯定本身心地也不坏 所以听说我们办公室被砸了之后 急得血压突然升高 才脑出血的 谢谢 你能理解就好 小雅 吴凡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们做临时办公室的 那个房间被砸了 我们为了表示歉意 特意腾出了两个总统套房 给你们 希望你们搬回去 继续在那里住 同时做办公室 可不可以 老板女儿发出了邀请 哦 是吧 我们还正愁 今天晚上没地方入住 没地方吃饭呢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小雅见吴凡没有反对 马上答应了 那太好了 你们现在可以回去吗 我安排酒店搞一顿 我请客 到时候好好的敬你们几杯酒 可以吗 老板女儿一脸期待 可以 可以 那就去吧 我们最喜欢喝酒了 你家小三笑嘻嘻地说道 酒店老板的女儿 非常开心地做了一个请的首饰 吴凡和小雅 你家小三和陈月娇 还有那些没有受伤的员工 在总统套房的餐厅里 好好的享受美食 老板女儿安排了一大桌子的酒菜 都是非常高端的 要是吴凡去外面吃饭 肯定舍不得点这么贵的酒菜 谢谢你 吴凡 谢谢你及时出手 救了我老爸一命 感谢 我敬你三杯 酒宴开之后 老板女儿非常恭敬向吴凡敬酒 不用客气 我们喝就是了 吴凡笑了笑 酒过三巡之后 大家也就随意了一点 彼此你敬我 我敬你 气氛非常之好 酒店老板的女儿 或许是喝了几杯白酒之后 脸色泛红 神情略有一些迷离地 看着吴凡说道 吴凡 能认识你们真高兴 是我这一辈子的荣幸 以后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可以呀 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 只要跟我们喝过酒的 都是我们的朋友 吴凡没有丝毫犹豫地说道 太好了 谢谢你们啊 当我想你的时候 才知道寂寞是什么 就在这时候 吴凡的手机响了起来 你好 见是原来的天水县一把手 现在的省三把手打过来的 吴凡赶紧借听了 哦 吴凡你好 听说你在楚州是对吗 这个一把手 虽然已经升到省里任三把手 负责管经济 但是对吴凡还是非常的恭敬 可以说没有吴凡 在天水县所创造的成就 就没有他所谓的政绩 没有这么轰轰烈烈政绩 他自然不可能连升几级 从一个县级直接升到省里的三把手 吃水不忘挖紧人 所以他的内心里是非常感激吴凡的 对啊 我在楚州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哦 是这样的 吴凡啊 你们桃源地产公司的威哥出事了 那件事因为有法律摆在那里 我也帮不上忙 实在对不起啊 没事 我一贯主张要依法治国 所有的一切都要依法行事 触犯了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只要不是被陷害的 吴凡 你能理解就好 是这样的 我今天打电话给你过来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鸟大负责人找到了我 希望我能从中调解一下 让你们接受他们的道歉 从而原谅他们 你觉得怎么样 三把兽把最重要的事情说了出来 什么 他们居然找到了你 吴凡略有些惊讶 他们知道我曾经在天水县工作过 而且也知道我是负责经济的省级人物 以为我能跟你说得上话 所以就找了我 他们在我面前表现出非常后悔 说不该没有管理和约束好楚州办事处的人 结果让楚州办事处的人犯下了一些恶行 打伤你们的人 还欺负当地的业主 他们表示 既然楚州改造了 他们鸟大在楚州的生意份额肯定会没有了 没人会买他们那样的暴利房子 肯定要买楚州东区这种高质低价的房子 因此他们在楚州的办事处 也没有了实际的利用价值 为了表示歉意 所以真心实意的 要把楚州办事处送给你们 还请你们能够笑纳 啊 抹肠啊 不是有钱就可以胡作非为的 他们以前就是仗着有钱 经常欺压百姓 甚至直接打死业主 上面追究起来 以为赔一点钱就可以 所以才会这么嚣张跋扈 因此我才不接受他所谓的赔偿 而去原谅他 我就是要让他们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要让他们知道有钱不是万能的 吴凡也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好吧 吴凡 其实我和你的想法一样 我也非常痛恨 有钱就胡作非为的那些人 往往以为赔点钱就什么事都没有 甚至有人故意开挖机撞死人 说不就是赔点钱吗 我买了全宝赔得起 还有的人家里养的狗 咬了别人也说咬你怎么样 我家有钱赔得起 你的命还不如我家的狗值钱 因此我也尊重你的想法 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说 你们既然要在楚州发展 那么肯定要有办公室的 不可能一直住在酒店 而鸟大公司楚州办事处 那是非常豪华的所在 他们直接送给你为什么不要呢 当然你也可以不出具谅解书 让他们那些犯恶的人 该受什么惩罚就什么惩罚 这种可以了吧 哦 抹肠 这样当然可以啊 只是纳鸟大公司会同意吗 那不等于白把几亿的资产送给我们了 吴凡略有一些疑惑 只要你同意 他们就会同意 你还是收下吧 好吧 只要不给他们出具谅解书 不收白不收 哈哈 吴凡笑了笑 那太好了 我马上通知他们 他们会主动找你们去办手续的 对面的省三把手也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其实他知道鸟大公司的意思 就是他们主动赔偿之后 就算对方没有出具谅解书 法院在判刑的时候 也会说对方在事后积极赔偿对方 同样可以减轻刑罢 同样可以减轻刑罚 又过了半个小时 吴凡他们还在喝得正欢时 服务员过来 对酒店老板女儿说道 大小姐 外面有几个人说要见吴凡和小雅他们 是谁呀 有没有问清楚 哦 大小姐 他们说是鸟大公司的人 让他们等着 我们再喝酒呢 不要打扰了我们的雅兴 在吴凡还没有发表意见时 你家小三大大咧咧地挥了挥手 是 我这就出去告诉他们 服务员马上转身出去了 门口四个鸟大公司人在那里站立不安 他们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 但是里面的吴凡和小雅 他们还没出来 这让他们心里特别窝火 堂堂鸟大公司的人 什么时候居然要等别人 一般都是别人听说鸟大公司的负责人要来 排起长队家道欢迎 妈的 这些人真是给他一点点脸 他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 居然这么怠骂我们 他们总有一天要后悔的 其中有一个人恶狠狠地说了一句 好了 你心里明白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经理 把这么大一栋办公楼白白送给他们 你以为真就是 这样白白送给他们吗 这知识要麻痹对方 让对方以为我们害怕了 就会放松警惕 其实我们怎么会甘心呢 以后对他们还会有狂风暴雨般的打击 你放心吧 另一个人在他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说道 吴凡看了看时间 舰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 就有些过意不去 于是对站在旁边的服务员说道 他们还在外面吗 对 一直在外面 没有走 也没有催 好了 我出去看一看 吴凡马上站了起来 尼加小三说道 吴凡 对这种人就是要为难一下他们 因为他们平时都是这样为难百姓和业主的 吴凡摆了白手道 算了 算了 他们这样做 我们不能也跟他们一样啊 再说他们也等了那么久 确实是有诚意了 你们喝吧 我出去看一看他们再说 他一边说了一边 朝小雅招了招手 毕竟小雅才是代表桃园地产公司的 小雅自然心领神会 于是跟着吴凡一起走了出去 吴凡 小雅 你们出来了 看见他们两个出来后 那四个人赶紧过来 恭恭敬敬地鞠躬 然后非常客气地打招呼 对啊 对不起啊 让你们久等了 吴凡善意地说道 没事 没事 都是我们的错 我们等一下你们是应该的 你们不用放在心上 我们完全理解 哦 那行吧 你们这次来 吴凡问道 是这样的 我相信相关人物已经打了电话给你 他跟我们说了 你们已经接受了我们的赠予 所以我们特意把楚州办事处 房产的相关文件手续都拿了过来 你们明天直接去产权交易中心 办理过户就可以了 那个人说完把 把一个公文包递给了小雅 哦 你们效率这么高吗 小雅接过公文包打开 然后大致看了一下那里面的文件 略有一些惊讶的问道 对 我们是诚心诚意道歉的 所以自然是要表现出诚意 至于你们出不出巨量解书 我们也不强求 还请你们一定要收下 可以吧 好吧 我们之前已经答应了某长 一定会收下的 吴凡非常肯定地应道 好 谢谢 对了 楚州办事处的里面 所有我们的人和相应的一些文件东西 都已经正在搬 你们今天晚上就可以过去接手啊 这一大串钥匙就是办事处的 那个人说完把一大串的钥匙递给了小雅 好 我们吃完饭就过去看看 辛苦你们了 没事 那我们就告辞了 四个人再一次齐齐朝吴凡和小雅鞠躬 然后转身离去 显然完成了任务 他们也是一身轻松 哈哈 白得了一栋豪华办公楼啊 进去后小雅 把公文包往桌子一放 非常兴奋地说道 这是我们该得的 谁让他们打伤我们的人 砸我们的办公室 你家小三大大咧咧地说道 哇 真没想到 他们会把那么豪华的办事处交给你们 那个办事处我知道 里面非常豪华 而且有办公区还有休息娱乐区 那休息区搞得跟我们的总统套房一样 住在里面非常舒服的 里面也有餐厅这些 反正就是待在里面吃喝住完什么的都不用发愁 酒店老板女儿也是有一些崇拜的说道 是吧 那我们吃完饭后都过去看一看 见识一下 吴凡做了决定 又过了半个小时 一行人就来到了鸟大地产公司楚州办事处 会不会是陷阱啊 空城记什么的 你看没有一个人 也没有灯光 感觉到充满了危险 在小雅即将去打开大门时 你家小三在旁边提醒道 小雅愣了一下 也马上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然后看着吴凡 偌大的一栋建筑在城市中心没一点灯光 就像幽灵一样的 确实让人心里有点发怯 最主要的是 这个办事处 可是鸟大公司无偿送给桃园地产的 会不会里面有危险 进去的人都是不死即伤呢 天上没有馅饼掉 只有陷阱无处不在 自然是要格外小心才是 不过 吴凡却摆了摆手道 放心吧 我看出来绝对没问题 大胆进去就可以了 吴凡知道 这个楚州办事处赠送给桃园地产公司 肯定是鸟大地产公司高层为了避免查到自己头上来 才做出决定的 而且还是通过三把手做中间人协调的 他们绝对不敢搞鬼 否则就是前功尽弃 银火烧身 哇 真漂亮啊 简直像是宫殿 进到里面打开大灯后 所有的人都一脸惊讶 里面金碧辉煌 璀璨夺目 充满了情调 酒店老板的女儿说道 真是开了眼界啊 一家公司搞得那么豪华 这个大堂完全超过我们五星级酒店的大堂 确实是 如果不知道这是办事处的话 还以为是进了一家超豪华的六星级酒店呢 小牙也点头附和 嗯 不错 这个地方作为办公楼确实不错 我们到处看一看吧 吴凡指了指其他的地方 一个小时后 大家才把这个高达28层的办公楼转弯 吴凡说道 确实不错 餐厅游乐场 歌厅酒吧都有 办公场所也都不少 完全能够适应我们桃园地产公司的发展 这样吧 小雅 我觉得就把桃园地产线外的第一个分公司放这里 以后我们在湖州发展 可能都有这一个分公司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这里作为我们在湖广省的一个总的办公场所 好的 吴凡 一切都听你的 这里就挂牌叫桃园地产湖广分公司吧 小雅很激动地提了建议 吴凡点头道 可以 桃园地产公司总部在天水县 这里是我们第一家分公司 负责整个湖广省的运作 对了 我看这里都有职工房间 布局都非常好 而且全新的被入什么的都有 这样吧 你们今天晚上就直接在这里住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占用他们酒店的总统套房 好 我就安排所有的员工住到这里面来 然后明天就可以直接办公了 对 你安排一下吧 我和小三及月交 等一下还是要回去的 一切的事物 你跟小丽和吴大叔商量着安排就可以了 反正这个湖广分公司以后就交给你们了 放心吧 吴凡 我们一定努力八处周冬去改造好 成为桃园地产 走出县外的又一个标志工程 好 那就你们几个搞定 我们现在就回去了 小雅和几个没有受伤的员工 在把吴凡三个人送上桃园飞船后 马上回来安排好自己的住宿 然后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第二天 小雅连同赶过来的公司法律顾问 张曼玉一起去产权交易中心办理过户手续 手续出乎意料 非常之快的就办好了 看来鸟大公司确实没有搞什么鬼 因为鸟大公司的高层都担心这件事情 如果不安抚好桃园地产公司 再往上闹的话 他们会有相当大的麻烦的 他们应该也知道 就算桃园地产公司不会出具谅解书 在收了这么大一栋楼后 应该也不会再做深究了 就这样 在第二天 这栋28层高的鸟大地产公司楚州办公楼 就正是归位了桃园地产公司 当天 小雅就安排人把桃园地产公司 胡广分公司的牌子挂上去了 桃园地产公司 顺利接管辽鸟大公司办事处 并且正式开始楚州东区改造的消息 马上一传十 十传百地传开了 对于专注提供高至低价商品房的桃园地产 能在市集站稳脚跟 大家都是非常开心的 期待以后自己所在的城市 也能有这种房子可买 特别是东区的百姓一片欢腾 奔走相告 有了一种终于解放的感觉 当天下午的时候 小雅带着几个人去签拆签合约 轻轻松松就完成了一百户的合约 如果不是天黑了 估计还有很多业主主动找他们要去签约 桃园村内 游人如知 风景依旧 这天的早会上 范水斌非常高兴地向大家宣布道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 那就是我们桃园地产公司走出 天水县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就 现在在楚州的鸟大公司已经主动退出了 并且把他们在楚州的办公大楼交给了我们 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在楚州的改造正式开始 我们高至低价商品房 提供给全市百姓的梦想也进一步实现了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整个楚州市的百姓都将住上这种高至低价的房子 包大哥 你的建筑公司要马上派人去了 因为他们已经签了一百来份合约了 估计其他的合约应该很快也能签下来 是 范总 我已经把三千个建筑工人都召回来了 除了留下几十个 再在凤一家那里 建四合院 其他的都去楚州 包小三很果断地答应道 好 那你自己安排吧 跟那个范小丽还有无顾问及小雅密切配合 我们要大力推进楚州东区的改造 一定要让楚州的市民 在今年年底住上高至低价的花园小区住房 是 没问题 我会后就直接到楚州去 包小山坚定地点了点头 当天晚上 在湖广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 就播出了一则 由桃园公司新闻发言人周沙制作的报道 桃园实业公司旗下桃园地产公司 在楚州东区的改造已经正式拉开序幕 将为大家提供低价高质的商品房 争取在年内完成 购买资格由公司和相关部门商订 优先满足贫困市民和进城农民工的需要 一千元一个平方限价销售 机会难得 请有需要的市民和进城务工的人 及时留意相关的通告 把握机会 太好了 太好了 终于轮到楚州了 那次看见天水新城那么漂亮的地方 我们都感叹 现在城里人远不如生活在偏远小县城的人 今后我们也可以很快可以住上这么好的地方了 对呀 太好了 不过我上次还交了那个鸟大公司的商品房的定金 现在也不知道能不能退 我一定要退 即使退不了 我也要改买这个东区改造的房子 只要原来价钱的十分之一呀 太好了 鸟大公司这次亏死了 公司搞不下去 还得罪了桃园地产公司和相关机关 搞得连办公楼都给了桃园地产 对比之下 桃园地产公司现在是风生水起 它这样做下去一定会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的 最终可以给全国的百姓都带来高至低价的房子 一改我国房子贵得离谱的局面 真是就是主一般的公司 楚州市民看了通告之后 奔走相告 特别得开心 当然了 一江春水向东流 几人高兴几人愁 在楚州东区之人非常高兴的时候 鸟大公司和百科地产公司等几家大的地产公司 却在哀声叹气 因为他们原本有几个地块即将开工 还有几个楼盘即将竣工销售了 可是自从桃园地产杀进 来搞什么东区改造的消息传出来之后 他们的房屋日销售几乎归为零了 根本没有人在买他们房子 因此他们那些还没动工的地皮 现在都头痛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最后 鸟大地产公司和百科地产公司都几乎相同时间做出了 决定 就是已经建好的商品房 降价70%销售 这样原来一万块钱一个平方的 现在只要三千块钱一个平方 因此还是能吸引一部分的客户购买 他们现在想的不再是暴力了 而是赶紧把手头上积压的房产处理掉以后 彻底地离开楚州 有桃园地产公司这样的黑马杀入 高价房在楚州再无任何立足之地 及时止损方位上上之策 范小丽和吴真明在住院三天后伤口完全恢复 已经回到了公司 这天 省三把售和楚州是一把售同时来到了他们的办公室 你好 你们来了 见省三把售和时一把售过来了 范小丽赶紧站起来打招呼 对 范总 我们过来看一下你们桃园地产公司 还有没有什么难处啊 省三把售非常和气地问道 难处目前没有 范小丽摇了摇头 她一下子还没有回过神呢 没想到省三把售和时一把售会亲自过来 光问自己有没有难处 范总 如果有难处你尽管提出来啊 虽然这是你们公司的事情 但却也是立国立民的一件大事 如果你们在楚州市进展非常顺利以后 这个高至低价的房改 相信其他地产公司也就不得不跟上 那样的话 就会形成一股合力 到时候整个社会上面 都是这种高至低价的房子 那么我们国家高价房的痛苦将成为历史 是一把手一脸期待地看着范小丽说道 嗯 我们会努力的 相信楚州这个东区改造能够和天水星成一样漂亮 能够为百姓提供低价高质的商品房 而且我们公司也不会亏损 相信我们这种经验也会慢慢地被其他地产公司所接受 并且也会慢慢地跟着这样做 到时候房价确实会便宜很多的 范小丽充满信心 我就是要这个结果 现在的房价确实太高了 占了一个家庭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 只要买一套房 又没有什么额外的灰色收入的话 基本上几十年都在付房款 大大影响了国民的生活质量 像天水县的百姓现在多好呀 只要几年的工资就能买得起一套房 省三把授非常欣慰地说道 好 我们在建设过程中 如果有问题再找你们吧 范小丽非常高兴 能得到省市重要人物的支持 对一家公司来说 绝对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行 你们忙吧 我们也不打扰了 我们自己到东区去看一看去 不用你们赔 两个真正重要的大人物 朝范小丽他们挥了挥手 然后就离开了桃园公司地产湖广分公司 就这样 东区的签约非常顺利 几天时间就签完了 然后拆签也正式开始 老程改造轰轰烈烈进行中 这一天 吴凡正在四合院里带小飞龙玩 范水冰带着四五个人进来了 老远就兴奋地叫道 吴凡 吴凡 哦 冰冰姐 是你们啊 吴凡看见来人也是很高兴地打招呼 来的几个人里面 赫然正是省厅的赵厅长 还有一个是彭副部长 上次已经来过了 上次他们来的是为了采购侦察飞船和监控飞船 后来又来过一次 就是采购手机电脑恢复器 还有就是那个反常人物感应器 来过两次的人物 加上他们对吴凡特别好 所以吴凡自然是非常热情 哦 吴凡 你好 几个领导赶紧上前朝吴凡伸出聊手 吴凡和他们一一握手 然后真诚的眼光看着他们 用眼神再问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上次你们新研制出来的那个室内恢复神器 就是能把案发现场复原的 已经破了两个大案 我们了解到了后 非常开心 这对我们警方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这次来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 能不能批量生产 然后我们全部采购 省厅的赵厅长非常直接地说明了来意 好啊 我们到那边说吧 吴凡指了指聚厅 一行人马上来到聚厅坐下 吴凡跟饭水兵替客人倒上了茶 然后就坐下来了 吴凡 你们这个恢复神器 对我们警方破案真的是非常有用 很多时候 如果在没有监控能拍下的地方 对方就会自以为案子做得天衣无缝 我们也确实很难找到证据 而只要有了这个恢复神器 不管在哪里都可以把现场复原 实在是太有用了 彭部长非常感慨地说道 确实是 上次那个杜秀秀 在家里被人侵害的事情 如果没有这个恢复神器 可能就根本找不到那几个凶犯 而这一次我们在楚州酒店临时办公室被砸 如果没有恢复神器 也很难找到他们 无缝也不客气 充分肯定了恢复神器的作用 对呀 这东西太神奇了 在以前我们虽然有这种想法 就是从一些物体上提取曾经的影像 比如从人的眼珠中来提取他生前见到的东西 但是从来没想到能实现 你们这个室内恢复神器 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首次有这种发明 无凡啊 这种东西我想除了我们要采购外 我相信一旦国外知道了 肯定也会大批量采购 所以你可以开一个架 然后组织生产 你们准备采购多少呢 饭水兵非常直接地问道 嗯 我们准备每个派出所一个 就要四万台左右吧 加上有一些大的所可能要备两台 还要计算损耗和维修替换等 所以要采购六万台吧 彭部长直接说道 哇靠 那么多呀 六万台 吴凡和饭水兵相识一笑说道 对 派出所是我们的基层治安机关 我们很多小的治安案件 是由派出所去负责处理的 以前科技能力有限 一个小案子都可能要动用现行针对 有了这个恢复神器 一些没有现场抓住嫌疑人的案子 也都会很容易侦破了 赵厅长做了解释 那你们准备开多少价钱订购啊 吴凡笑着问道 这个吗 主要是看你和范总的意见了 毕竟是你们生产的东西 但是实话跟你们说 对于你们这些高科技的东西 我们也不怕花钱 因为钱花的值啊 总好比这些钱被别人贪污掉好吧 彭部长意味深长地说道 行 那你看这样吧 十万块钱一台怎么样 范水斌主动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其实这个价钱 他之前已经跟你家姐妹商量过了 你家姐妹说 这材料成本其实不要很高 主要是高科技含量 还有人工成本 卖十万块钱一台的话 公司还是能赚不少钱的 十万元钱 不 不 赵部长听了后 瞪大眼睛 连连摆手 啊 十万块钱你们还嫌贵了 这已经是我们能给的优惠价格了 没想到你们还嫌贵 范水斌无奈地笑了笑 不是 不是嫌贵 而是太便宜了 赵部长见可能引起了误会 赶紧解释了一句 太便宜了 范水斌笑了笑 看了看无凡 心里想到一般买东西只想越便宜越好 讨价还价只为减低几毛钱呢 居然还有嫌便宜的 不过他马上就想起来了 上一次采购监控飞船和侦查飞船时 这两个高管也是主动把价钱抬高了 于是心里也就释然了 对 十万块钱根本体现不了他的高科技含量 你想一下现在一台所谓的智能手机都要卖一万块钱 特别那些石什么果 什么爱果尾 不就是卖一个名气吗 你们这个可是真正的高科技的结晶 只以他们十倍的价钱 买这么些东西 完全是太便宜了 所以我建议你们直接定价五十万 啊 五十万啊 那会不会说我们无伤不坚也赚得太狠了一点吧 范水冰笑道 不会啊 科技价值是无法衡量的 有时候光是办一个案子 查出来的案值可能就不止一百万 而且这个东西啊 其实我来之前跟部长也有说过 就是如果你们卖得太便宜了 普通人也会买过去 买过去之后 比如他去酒店 他只要在那里放三个小时 就能复原之前房间里发生的一切 那如果之前房间里有一对情人住在那里呢 岂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们复原了 而且他们录下后可能就会传播 所以这个高价格 本身就是要阻断一些个人采购 赵厅长又做出了解释 这个你说的有道理 吴凡点了点头道 我们要想一个办法 要保证这个恢复神器不被用来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这样也简单吧 以后 凡是你们生产的 这种什么监控飞船 侦查飞船 还有硬盘恢复神器 还有反常人员感应器这些 包括今天的这个室内恢复神器 凡是个人要采购的 必须要到我们警方备案登记 拿到许可证才可以 像是管理枪支一样严格 赵厅长显然也有所考虑 所以马上就有了回答 嗯 这也是一个办法 还有你说的提高 价钱也是一个办法 因为太高的犯罪成本 别人也就会考虑 不会用这个去作为犯罪手段 无反点了点头 那就这样 50万元一台 我们采购6万台 什么时候可以签合约 什么时候可以安排生产 对方非常急切地问道 现在就可以签合约 你们待会跟冰冰姐 还有曼玉姐一起把合约签了吧 叫上你家姐妹 至于生产吗 你们签了合约之后 我们会尽快安排 吴凡非常肯定地说 粗略算了一下 这可是价值300个亿的大订单呀 是桃园实业公司 接过的第二大订单 吴凡能不高兴吗 好 太谢谢你了 吴凡 两个警戒高官赶紧站起来 朝吴凡伸出了手 他们有一点迫不及待地 要去签合约了 很多的案子 都是发生在比较封闭的 隐私空间里 那里是没有监控的 而且可能只有受害人 跟当事人两个人 这些案子报案后 警方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 也找不到证人 往往都是不了了之 就比如强奸罪 如果你没有直接的证据 是很难认定的 但是有了这个室内恢复神器 房间里10天内 发生的一切都能恢复 那还有什么不能确定的呢 所以花50万买一台这个值 而且要尽快用上 好 那我们就下去了 范水冰也朝吴凡挥了挥手 然后让几个高官 跟着自己下去公司 商谈具体合约事宜 在范水冰跟几个高官下去后 吴凡的手机突然又响了起来 喂 你好 哪一位 这显示是没有保存存的号码 吴凡疑惑地问了一句 哦 吴凡老同学 我旷喜来呢 对方非常明确地说道 旷喜来呀 你好 哎呀 老同学 毕业以后 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 你在哪里呀 现在怎么样啊 吴凡见识自己的老同学后 很是惊喜地打招呼 哎呀 毕业后去外面打工了两年 碌碌无为呀 钱没赚到钱还把身体搞垮了 刚回来准备休息一段时间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份工作 旷喜来看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是吧 有时间见面句一句啊 吴凡主动提出来 因为这个旷喜来虽然也是城里人 但是他却是为数不多的 不会欺负农村同学的人 而且为人还比较热情 在同学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都会主动帮忙 所以吴凡对他的印象还是比较好 好啊 我找你就是这个意思 回来之后 听说你跟胡人海 还有杜秀秀之间 产生了一些事情 非常感慨啊 加上那个杜秀秀的后事 没人料理 所以我想组织同学 一起帮他把后事办理一下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能不能下来一趟 这样啊 行吧 那我待会就下来 吴凡马上就答应了 挂了电话之后 吴凡走过去 把小飞龙交给了林妙 说道 老婆 我有一个同学从外面打工回来了 说要句一句 而且他还为首组织同学 去替杜秀秀办理一下后事 我就下去一趟吧 好呀 那个杜秀秀也真是可怜 父母还是植物人 家里的那些亲戚也不管他 也没什么直系亲属了 搞得后事都没有人料理 确实是可怜 你们这些同学还算是重情重义 不过 老公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我会特别小心的 不会再被别人陷害了 吴凡郑重地点了点头 那叫谁开车送你去啊 你自己不会开车呢 林妙问道 哦 忘记跟你说了 他还叫了 胖子跟崔彩梅一起去 崔彩梅会开车 让他开车去就可以了 这样就好 我就放心了 你们去吧 林妙挥了挥手 吴凡来到桃园大酒店门口 崔彩梅和胖子已经找来了一辆豪车 在那等着 看见吴凡来了 他们两个也很激动 笑道 吴凡 虽然我们都在一个村子里 但是也很少一起有机会去县城了 今天终于可以去逛一逛了 对啊 都是为了工作 你们都很忙的 两个人管着一个这么大的酒店 而且马上就要高考了 还要忙着读书复习 复习工作怎么样啊 估计能考个什么样的大学 吴凡上前拍了拍 两个同学的肩膀问道 考个重点大学应该没问题吧 毕竟我们是复读的 而且现在给我们复读班上课的老师经验非常丰富 讲得很通俗一懂的 一学就会 再说了 你到时候给我们压一压题 压中一两道题的话 那我们考上天保大学也有可能的 哈哈 崔彩梅很兴奋地笑道 可以啊 如果都考上天保大学 那我们在以后就可以在天保大学搞一个天水同学会了 都是天水的人 好期待呀 去年 林音跟她的同学两个人考上了天保大学 这是我们天水县几年来唯一考上天保大学的 要是今年我们能考上几个人 那么我们桃园学校一定会名震天下的 胖子搂着崔彩梅 一脸的幸福感 嗯 你们继续努力吧 我听说那个许轩也有把握 对了 许轩要上课 要不然也叫她一起去了 吴凡想了想说道 哦 许轩还是就算了吧 她现在还算是学生 没有工作 我们去办理杜秀秀的后事 每个人还是要掏点钱的 崔彩梅很是善解人意解说道 也是 关键是杜秀秀也曾经羞辱过许轩 说的话很难听 算了 我们走吧 吴凡叹息了一声 半个小时之后 吴凡和胖子急催彩梅 就来到了县城杜秀秀家里 哎呀 吴凡 胖子 彩梅 你们来了 旷喜来见他们三个来了 赶紧小跑着上前跟他们握手 其他的同学也赶紧围了过来 嘘寒问暖的 非常热烈 结合前几次所谓的同学会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吴凡知道 一是因为自己能赚点钱了 也叫小有成就吧 毕竟有钱 人家才能看得起你 另外一个就是胡人海和杜秀秀 这两个一直在羞辱农村人 羞辱自己同学的人都得到了不好的下场 相信有些同学即使心里还是不怎么善良 也会考虑到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还是要对别人好一点 哎 大家坐下后 旷喜来说道 其实我们大家以前都有一点 自以为是 感觉自己怎么 怎么好 是现成了人的就有优越感 其实人还是靠自己努力的 家庭出身只是一部分先决条件而已 你看我们的吴凡 现在已经做成什么样子 相信大家也知道 他很低调的 我也不多说啊 这个我们知道 光是胖子在他那里做经理 一个月就几十万的工资 采梅也是一样的 管着一个这么大的酒店 厉害 厉害 我们上次去都是采梅 跟胖子请我们吃的 有同学复合道 旷喜来点点头道 我们不能因为哪个同学有钱 就对他更加好 也不能因为哪个同学没钱 而对他怎么样 现在我们都是平等的 都是同学 现在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杜秀秀惨死 他父母呢还是植物人 虽然还在医院里保守治疗 没有拉回来 但是能不能醒过来也难说 他的那些旁系 亲戚都不想理他的事情 觉得杜秀秀 害得父母都那么惨 是一个不祥之人 所以都没人来处理他的后事 以免沾上晦气 我们既然是他的同学 今天聚在一起 就是要解决他的这个后事 行 喜来 既然你说了 那你说怎么办吧 我们每个人凑点钱吧 一个人一千够不够 有同学马上热情地提了出来 嗯 差不多够了 那就每个人出一千元钱 大家觉得怎么样 可以 喜来 你把钱凑齐了之后 就请人把杜秀秀的后事办了吧 我们同学能出力的出力 大家都在这里帮忙 可以吧 吴凡看了一下大家问道 行 那就这样安排吧 同学齐声应道 就这样 由同学出面 帮助杜秀秀把后事安排好后 时间已经过了一天 杜秀秀出病之后 也算是入土为安了 他们家现在真的就是一个人都没有了 真正的家破人亡 亲戚和帮忙的人离开后 显得特别凄凉 他的一个旁亲感慨道 以前虽然家里也不算很富有 但是两个老的和一个小的在家 也算是其乐融融的 现在小的死了 两个老的躺在病床上 还是植物人 真可怜啊 这个家就算这样完了 虽然说人死为大 不能再说死人的坏话 但是杜秀秀当初真的不该做那些事 要不然哪里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有一个同学应了一句 是啊 善恶有报 好好的去陷害别人干嘛 差点搞到吴凡要做十几年牢 太不应该了 现在好了 就算吴凡不计较 老天爷都没放过他 只是可惜他的父母是无辜的 他父母都是好人 非常老实芭蕉的 可以落到个这样的下场 真不应该呀 那个旁亲摇头叹息 这边的同学不再说话 心里都在想 这是天意 谁能够违背呢 那个胡人海更加惨呢 虽然没死 但是已经只是一个肉块 四肢和舌头及眼睛都没有了 对了 就在这时 那个旁亲似乎突然想起什么事的说道 吴凡 你可是神医呀 外面都传说你会什么还魂六十四世 还会什么还魂大法 连魂都能还回来 秀秀父母 他们都还有魂的应该能够治好吧 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帮忙治一下他们呀 我真的不愿意 看见他们家就这样 从此一个人影都没有 哎 算了 你不要求他了 杜秀秀对吴凡的伤害那么大 之前已经帮他治好了神经病 现在还帮他处理后事 已经是仁义至尽了 吴凡还没有说话时的 旷喜来直接对杜秀秀的那个旁亲说了一句 哎 我知道 其实我们都知道吴凡是个大好人 杜秀秀那样对他 他还帮他治好了病 而且他父母变成植物人 在医院欠下二十多万医药费 也是吴凡给的 这真是不知道哪里还能找到那么好的人 只是我们真的不想看见 他们家就这样灭绝了 以后这屋子里外都长满杂草 看看就可惜 如果真的能救活他们牢俩口 还是请吴凡你再帮帮他们吧 求求你了 那个旁亲说完之后朝吴凡鞠躬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胖子要阻止他继续哀求 不过 吴凡却摆了摆手 然后对那个旁亲说道 这样吧 我可以再去医院看一下他们两个人 但是话说在前面 我也只是个人 略懂医术而已 不是神仙 很多病也是没办法治好的 你还是要有心理准备 好 好好好 只要你答应了就好 一切都是天意 能不能醒过来就看他们的命了 旁亲见吴凡答应了 非常激动 吴凡点了点头 然后对那些同学说道 好了 杜秀秀的后事已经料理完了 他已经入土为安 人生也就画上了句号 我们也就散去吧 好 谢谢你啊 吴凡 以后有时间我们再去 为首的旷喜来紧紧地握住吴凡的手 深情地说道 吴凡随即胖子和崔彩梅说道 这样吧 我要再去替杜秀秀的父母诊断一下 可能要一定的时间 你们两人先回去吧 我到时候搭班车回来就可以了 好 吴凡 到时候你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再接你吧 我们现在确实要回去 因为酒店还有好多客人 我们一定要在那里看着 胖子略有些难为情地看着吴凡 不用来接了 我自己坐中巴车回去 对了 你们那个储备干部培养的怎么样了 再过几个月就高考了 如果你们真的考上了大学 要去读书 酒店一定要有后辈的管理人员的 吴凡 这个你放心吧 我们早就已经坚定地贯彻 执行了你的安排 现在很多事情都是由后辈的经理 这些人在管 我们只是回去看着 崔采梅很坚定地说道 那就行 你们回去吧 不用担心我 吴凡挥了挥手 紧接着吴凡就来到了人民医院 宋院长看见他来了 非常惊喜地打招呼 哎 吴凡 你来了 有什么指教吗 快点到我办公室做做吧 不了 吴凡摆摆手道 我来看看杜秀秀的父母 他们情况怎么样啊 哎 我带你去吧 还不是老样子 没一点起色 你上次把他们的欠低废脚了 我就去找他们家里人 要他们把人拉回去 他们都不理了 所以没办法 只能继续放在医院里面 得过且过吧 孙院长摇了摇头 谁让他们家里 连一个直系亲属都没有了 我们也不能直接把他们扔出去是吧 哎 人生啊 就是那么无奈 宋院长 你说起这个 我倒想起来了 前两天有个新闻报道说有家养老院里 有一个老人还没死 养老院就通知殡仪馆的人过来拉去要火化 幸好殡仪馆的人在搬尸体的时候发现那具尸体动了一下 打开查看 才发现那个老人还是活着的 看来你还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 有人道主义精神 不像那个养老院的人完全没有人性 那当然啊 就算以前的我也不可能那样做的 现在的我被你感动了 早就已经决定要一切从善 任何坏事都不能做 宋院长有一些自豪 没错 有一些人做了恶事 表面上活得好好的 什么报应都没有 但是要记住饥饿之家必有余秧 所以不管是为了我们自己 还是为了后代 都要多行善 少作恶 无法点头附和 所以我有时间都会来看看杜秀秀的父母 真希望他们能醒过来 以前我是不关心病人的死活的 只管医院赚钱就行了 都是受你的感召呀 你就是我们心中的神 宋院长由衷地说道 哈哈 太夸张了 不夸张 这也不是拍马屁啊 无凡 这是我的真实想法 我在想那个敬老院的负责人 应该也要能认识你一下才好 接受一下你的感化 不然他可能还会继续作恶 有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 照顾这些人的话 比照顾那些生活能自理的人 要多花几个人的时间 所以养老院是不赚钱的 因此可能这个养老院 这才想着把他们悄悄地处理掉 我想他处理过的肯定不止这一个人 只有这一个被发现了而已 你说他这种 只为了自己单位省一点人力 就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事情 是不是大恶之极呀 如果他不赶紧弃恶从善 以后肯定没有好下场 就算他自己能善终 他的子孙后代也会吃亏的 宋院长说到这里 似乎非常气愤 用手在墙上砸了一下 那倒也是 宋院长 你联系一下他 好好劝劝他吧 认识我就没必要了 反正叫他一心向善就行了 吴凡笑道 他想到 自己又不是菩萨 不能真正地普度众生 能帮到身边的人就不错了 好了 到了 就在这时 宋院长指了指旁边的病房门 并且马上推开门 做了个请的手势 态度非常恭敬 要是不熟悉两人的 肯定以为吴凡是什么上级的领导公子呢 进去后 看见两个老人 各自躺在一张病床上 完全没有任何的动静 他们这个样子 看上去像死了 其实是活着 你说他活着吗 其实又是死的一样 就只有心跳呼吸 其他的什么意识都没有 宋院长苦笑道 吴凡点了点头 然后就开始给杜秀秀的父亲把脉 咦 把脉一分钟后 他突然惊讶地叫了一句 怎么了 怎么了 死了吗 宋院长顿时脸色大变 如果病人真的死在这里了 自己还不知道 那刚才还在说照顾他们两个 也就是在吹牛了 不是 太奇怪了 吴凡很明确地说道 怎么这次迈向那么好 和上次完全不一样 上次我可以断定 他们是没机会醒过来的 而这一次很有把握 很有机会他们还能醒过来 啊 能醒过来 是真的吗 怎么回事啊 不太可能吧 我们也就是用一般的药物 保守维持 根本就没有什么对症下药的 宋院长也非常惊讶 太奇怪了 想不通 吴凡说完 马上又替杜秀秀的母亲把脉 把完脉 他同样非常惊讶 没错 他和老公的脉相是一样 都有很大的机会能醒过来 我靠 真没想到啊 吴凡挠了挠头 感觉到非常不可思议 这么说来 上次自己可以算是误诊了 如果按自己上次的决定 他们可能早就被拉回家去了 没有后续治疗 也就不会真正地醒过来 吴凡 这时宋院长若有所思地说道 会不会是因为那个杜秀秀死了 也已经入土为安 所以他做的饿自己全部带去了 不会再累积家人了 因此 他的父母就神奇般地有了好转呢 很有这个可能 吴凡点了点个头道 要说是我上次把脉错了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但是这一次 他们真的有很大机会能够活过来 而且能恢复健康 是吧 那太好了 吴凡 要怎么治疗就会醒过来 你赶紧给他治啊 要每天治疗三次 连续治疗三天 药物加器械同时治疗 在你这里不方便 要么干脆送到我们桃园医院去 这样我可以方便给他们治疗 吴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行啊 吴凡 一切听从你的安排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何况这样对我来说还真是求之不得 不过你可要给我作证 别让人说我学那个敬老院的人啊 可不是我赶他们走的 是你要把他们接走的啊 宋院长笑了笑 哈哈 为人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你没有赶他们走 何必怕什么呢 吴凡摆了摆手 那我现在就安排救护车 把他们两个送到你们桃园医院去 宋院长在征求着吴凡的意思 安排救护车吧 顺便我也坐你们的救护车一起上去 省了我的车费钱 吴凡笑了笑 那不行 你怎么能坐救护车 救护车是病人坐的 我另外安排个车送你上去就是了 要是你从我这里回家竟然坐救护车 被别人知道了 我会被别人打死的 哈哈 随你吧 吴凡也不再勉强 毕竟自己不是病人 也不是急救人员 坐在救护车上被别人拍到了 还会说医院乱来 公车私用 半个小时之后 救护车和一辆豪车一前以后就来到了桃园医院 啊 他们竟然还有机会可能清醒过来 蒋天国听了吴凡的话后 也是有些惊讶 对 我也搞不懂什么原因 但是也许有可能像宋院长说的那样 就是杜秀秀死了之后 所有他犯下的罪恶他都带去了 不会再累积到他的前辈 所以随着他入土为安 他父母的伤反而神奇的好转了 那多久能醒过来啊 蒋天国略有一些疑惑的问道 因为以他自己的医术 他还是觉得可能没办法让他们清醒过来 三天 这三天我会来替他们治疗 会开好药给他们服用 你们只要按我的吩咐办就可以了 现在给他们找一个单独的病房 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了 好 老弟 我马上安排 蒋天国赶紧应道 吴凡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 早中晚每天三次过来 剃肚秀秀的父母诊治 诊治的手段 用的就是还魂大法家中药灌服 第三天的湖广电视晚间 新闻报道了一个桃园公司 新闻发言人周沙制作的消息 桃园医院在创医学奇迹 天水县杜秀秀案的受害人 也就是他的父母 因为脑袋被恶徒砸碎 一直深度昏迷 医院方面已经判定属植物人状态 极可能终身醒不过来 在只能保守维持之后 转院到了桃园医院 在桃园医院经过精心医治之后 两个病人却神奇地苏醒过来 并且已经有了意识 能够与人交谈和简单地行走 这是医学史上的奇迹 创造出了植物人苏醒的 最短时间记录 周沙的发言还在继续 可以这么说 经历几天时间的休养之后 他们会恢复和常人差不多的生活 这次桃园医院创造的奇迹 引起了其他医院的高度认可 纷纷联系到桃园医院来取经 我靠 桃园医院真的厉害 太神奇了 那个杜秀秀父母的伤势我知道 那脑袋都被砸得稀碎的 没有当场死了已经是奇迹 成为植物人就是最好的状态 没想到居然还让桃园医院给治好 醒过来了 哈哈那当然你要知道桃园医院 连结扎几十年的那种输精管道都能恢复 好多当年生了一胎 初始过后后悔不已的人都重新怀孕 马上要生小孩子了 感觉到这个桃园医院几乎无所不能 什么病都能治好 而且还疗效短 在别的地方就算能治好 也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 在他们那里可能只要几天时间就能治好了 桃园医院简直要改名叫神仙医院了 看了电视的人都在热烈的议论了 事实上 桃园医院现在已经全国出名了 每天来这里看病的人络绎不绝 只是由于桃园医院容量有限 所以也在桃园网里面搞了一个病人预约挂号制度 没有预约的 来了也没办法看病 谢谢 谢谢你们啊 在桃园医院病房里面 醒过来的杜秀秀的父母拉着蒋天国的手 看着孔思构和其他的医护人员 一脸感激地说道 他们当然激动 在那些凶残的歹徒朝他们脑袋猛击的时候 他们自然就知道已经死定了 醒过来之后无异于重生 不用客气 实话跟你们说吧 要谢 就谢吴凡 是吴凡亲自替你们治好的 不过他为人低调 你们对外就不要说是他给你们治好的 就说是桃园医院治好的 蒋天国如实对他们说道 好 吴凡真是个好人 神仙啊 杜秀秀的父亲激动地说道 我们要亲自去感谢他去 说完他就要从病床上走下来 他的老伴也跟着要下床 不过 蒋天国赶紧拦住他说道 大叔 大婶 你们还不能下地的 吴凡说了 要再过一个晚上 明天你们才能正式下地 今天你们还好好休养一下 啊 这样呀 那你们跟吴凡说 我们真的感激他 杜秀秀的父亲略有一些惋惜 好 我们会把你的意思转达 那你们休息吧 老伴呀 以后怎么办 秀秀已经不在了 哎 在蒋天国等医护人员离开之后 杜秀秀的父亲看了老婆一眼 然后泪如雨下 可怜呀 我们辛辛苦苦二十年 把他抚养长大 结果他去先与我们死了 呜呜呜 他老伴也是气不成声 因为刚才医护人员已经跟他们讲了 他们晕过去之后的经历 所以他们知道 杜秀秀在被那些人再一次的轮奸之后 还从特殊通道把他的内脏都掏了出来 已经惨死 后来还是在同学等人的帮助下 才入土为安了 白发人哭黑发人 这是最痛苦的事情 何况他们只有这唯一的一个女儿 现在女儿惨死了 他们俩以后如何度过余年 想想就忧伤 吴凡自然知道他们醒过来了 而且其实他是在他们醒过来 之前的半个小时离开的 他不是因为还在记恨他们的女儿 而不想见他们 而是不想看见他们 因为感激自己而歉疚悲伤的那种场面 第二天 吴凡就来到了病房 吴凡 你终于来了 谢谢你啊 看见吴凡进来后 已经在病房里慢慢走动的两个老人 赶紧朝他深深鞠躬 眼泪又是夺眶而出 别客气了 大叔 大婶 你们感觉怎么样啊 吴凡摆了白手 挺好的 除了感觉到脚没什么力气 身体累一些 额头也有一点痛外 其他的感觉都很正常了 真没想到我们还能活过来 吴凡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你 你们帮了我们家太多忙了 杜秀秀的父亲擦着眼泪说道 不用客气 大叔 大婶 秀秀是我的同学 你们是他的父母 也就好比是我的父母 你也不用担心 好好养伤 以后有我在 你们的养老问题我会解决的 吴凡算是给他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好 感谢你啊 两个老人已经气不成声 没事 你们继续休养两三天 然后我再通知养老中心把你们接过去 以后就有人照顾你们的生活 因为你们的伤当时确实很重 即使治好了也恢复不到以前的状态 总还是有些区别的 生活上还是需要别人照顾 好 吴凡 我们一切都挺你的 感谢 两个老人再一次鞠躬 他们之前就在担忧 没有了女儿 自己的养老问题怎么办 要知道 没有退休工资的老人 又没有人赡养的话 晚年生活是会非常凄惨的 没有一分钱的收入 却什么都要花钱 自己动不了时 死了都没有人知道 不用客气 吴凡摆了摆手 随即也就离开了 他之前就已经跟蒋天国安 排好了后续的照顾治疗问题 同时也跟赵永乐说好了 他们两个老人以后 在养老院的照顾问题 一切都由他们去搞好 所以吴凡也不用再惦记着这件事情 吴凡随即来到了公司里面 找到了设计部任小飞的办公室 嗨 吴凡 你难得来我这里啊 今天有什么指示啊 看见吴凡过来了 任小飞非常开心地上 来拉着他的手问道 哦 小飞姐 是这样的 我想让你看一下 那个灵符怎么设计 我准备帮林叔叔重建灵符 吴凡直接说明了来意 啊 吴凡 你还准备帮他重建呀 好像上次你说了之后 很多人都在反对 我以为你放弃了 怎么又再提这件事 任小飞有一些惊讶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 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聚集顺序 开启下一集 你们的支持 我们的如何